我一定救你出去 你还好意思提我娘 你当初是怎么对她的 我告诉你 今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 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杰儿 杰儿 开门 杰儿 请 林老百 看见你儿子了 见到了 那我跟你说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天忠将军 您放人 我即可救人 好 只要你出席就职典礼 我就当着你的面放人 你觉得怎么样啊 一言未定 是 让我回去准备准备 生母小姐 麻烦你替我送送林老板 是 请 老爷 生母小姐 请留步 林先生慢走 来福 归福 武士 是 是 给我盯紧这个林锦昌 看他跟什么人接触 一有动静 立刻通知我 是 来福 前几天到府里的那几个八路军 你还能找到吗 他们走的时候说了一句 要是有事去找长青帮的大民代为传话 嗯 行 咱们现在就进城去 现在 是 现在就去 等会儿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贵子肯定派人盯上咱们了 你带老唐穿上我的衣服 从前门出去 等到了董老先生家 您就到他的后门跟我会合 好 我马上就去准备 这边请 赢老爷 各位英雄 坐坐坐 来 大家坐 好 谢先生 我见过田中了 那那个田中 他答应放人了吗 人他就答应放了 不过 不过怎么了 田中 他跟我提出个条件 要我一定要担任这个商会的会长 他才会放了剑儿 田中这个老狐狸 原来他是想利用您的名声 替他们做事啊 牺牲我林某的名声 倒是无所谓 可我林家香火不能断哪 华先生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要求你 明天我接任这个商会会长以后 田中就会放了剑儿 等剑儿出了城以后 你们一定要在半路接应他 这帮日本鬼子 他们是什么事也能干得出来 林老爷 这点您可以放心 我们的人一定会在城外接应 不过 您觉得他们可能放人吗 谢先生 你跟我的想法一样 这个田中放人肯定是假 他是要等我当了这个会长以后 再用剑儿来要挟我 那您还答应他 这是救剑儿唯一的办法 明天就职典礼 就是在军官俱乐部 我也想好了 他不放人 我就不当这个会长 林老爷 我想我明白了 田中至少会想着装装样子 把人给放了 然后再在路上 把林兄弟给劫回来 是这样吗 是 只要我儿子出了城 日本鬼子 肯定不会让林兄弟出城的 我们一定要抢在田中之前 把林兄弟救出去 各位英雄 拜托我们 林老爷 林老爷 您先起来啊 您起来再说 谢先生 诸位英雄 大迷兄弟 我儿能否活命 就全拜托你们了 林老爷 您先起来再说 您先起来吧 来 林老爷 您就放心吧 林兄弟 都是我们的战友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们一定要救助他 谢先生 这是我给杰儿的一封信 把老李交给他 是吗 我会的 我们一定会把林兄弟给救出来的 李老爷 要是这样的话 他们绝对不可放过我们的 这样吧 李老爷 我来想办法 我们一定会把您从城里带出去的 谢先生 我意已决 您就不用再劝我了 我自有办法对付天中 你们就不要管我了 急不可施 时间不早了 我该告辞了 告辞 林老爷 您慢走 拜托了 林老爷 我送你 林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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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多保重 请 苏姑娘 今天晚上 我们去勘察一下 童姑娘 你们一定负责接应 其余人 今天晚上 用埋伏到街道两侧 嗯 从俱乐部出来 就到这条街上 这条街是必经之路 贵子一定会在这里 拦截林兄弟 咱们得赶在他们之前下手 明天肯定会有重兵把守 咱们怎么抢人呢 我有办法了 走 走 中将阁下 您找我 两天以后船就要到了 你一定要保护好舍利子和那批文物 这些小兵 我和你大人会讨论 刀前 你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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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 乖 我讨核 你不断 这些人 我讨论 你不断 这就是佛教圣物舍利子 不错不错 精英剔透 光阴尖锐 范元君 在 你一定要好好看护 不能有半点差池 是 阁下 请您放心 明天的行动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只要凌乌剑一离开林锦昌的视线 盛末就会立刻逮捕他 好 来 快点 都快点干 不许偷懒 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必须马上干完 快快快 你们几个 快点 快点 还有你们 快点 快点 阿布 你带人 手在拐角 林无箭一出现 立刻下手抓人 是 再拿一个赵 你带人 守在拐角 再带几名狙击手 爬上屋顶做好警戒 一切倾从我命令行事 是 走 不发 去军官俱乐部 是 将军 吃好喝好啊 好 谢谢 各位 吃好喝好 林老板 好久不见了 终于出山了 皇兄 这么多年没见 还是老样子 一点没变 好 林静昌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当这个汉奸商会的会长 以前我们敬重你是条汉子 为了不和日本人同流合污 你归隐山林 现在 你为什么又出来 做日本人的走狗 你 是不是中国人哪 来人 把他抓下来 让你妖言获重 安门 林会长 你好 今天是个大日子 看在我的脖面上 算了吧 好 你们进场 你会遭报应 林先生 请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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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叔 二少爷 二少爷 你还好吧 怎么回事 林武剑 田中将军对你网开一面 你可以走了 副手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爹找日本人了 二少爷 别多问了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赶紧走吧 不行 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 我就不能跟你走 你父亲 答应了当中日友好商会的会长 田中将军才肯放了我们 就这么简单 二少爷 走吧 老爷也是有难言之隐 以后你就会明白了 走吧 你 副手 这是干什么 你先起来 少爷 副手放手啊 快起来 走吧 你千万不要辜负了老爷 你也对你的一片苦心 老爷是活出老命救你出去的少爷 走吧 走 张军 张军 看我拿着 看我一个 好好好 好 快走 来啊 各位 首先我代表大日本皇军 欢迎各位的光临 是啊 好 今天日中商会的成立 再次证明了 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的英明决策 日中两国纯齿相依 就应该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 谢谢 下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日中商会的首任会长 山东大名鼎鼎的实业家林锦昌先生 好好好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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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订我 他居然做了十本人的走狗 林先生 一事马上就要开始了 少爷 走吧 少爷 少爷 老爷都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 少爷 走吧 快带他走 快走 走 走 少爷 走吧 快走 快走 各位 我林锦昌在山东地界混了多年 承蒙各位不爱 激烈一些财产 也有了一点小名声 可能有人说 以我林锦昌的为人 怎么可能当这个汉奸会长呢 您老板 说话小心 诸位 是 我是答应田中中将 担任这个会长 但我林锦昌为人有几大原则 一 不输典忘卒 第二 不坑蒙拐骗 三 不能出卖朋友 田中中将抓了我的儿子 我去求他放人 可田中将军说 只要我担任这个会长 他就放了我儿子 我林锦昌这一事 做的唯一件的错事 就是把我这个小儿子 赶出了家门 可他 没有给我临驾牛人 他参加了八路军 他是杀鬼阶的英雄 白鸽露 付出什么 田中 我林锦昌就是豁出这条老命 也不可能坏了我儿子的名声 你 我跟你拼了 尹先生 不知好歹的顽固分子 不知好歹的顽固分子 老爷 二少爷 你一定要挺住啊 我做了 我做了 你打算我 我那会儿的 我都要乱一下 我 我都要乱一下 一切 我都要乱一下 乱 Ru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 快快带着少爷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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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这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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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 追 走 这边 站住 让他们把枪放下 往后退 快 把枪放下 去北 带着人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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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qui 近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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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叩手 再叩手 三叩手 举 叩蟹 三叩手 神出鬼没 防不胜防 就算如此 可他们的首领 还有受伤的灵无剑 必定会出城 我们就在城里等他们 按本少佐 请部队加强戒备 特别是城里的药店 一定要严密监视 请盛莫小姐放心 我还没找到 你还真是个好人的 找这些狐信 我也是像龙武爷大伙伴 是这样 龙武爷 曾是条好汉吗 是啊 可能是吗 你怎么死在这帮小日本手里了 我太可惜了 你真是好东西 这一世道 这么大的阵势 死的不会是 长青帮龙武吧 就是他呀 听说最近 他不是在帮八路 对付日本人吗 结果弄成这样 可不是吗 唉 这世道 豺狼当道啊 是啊 嗯 走吧 也许他们早就出城了吧 这不太可能 几个城门 我已经让人严加盘查 而且凌雾剑 还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他们 一定在寻找出城的机会 这次李锦昌的死 让城里的百姓 对我们加强了抵触的心理 那我们就更需要 马上把他们救出来 把棺材打开 盛牧小姐 兄弟们都知道 师父生前有得罪的地方 但是一马归一马 我师父现在尸骨未寒 还行 皇军高抬贵手 让我师父入土为安 你们 少废话 今天必须开关 人死大过天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还敢和皇军作队 长青帮是我师父一手建立的 事到如今 如果我们连师父都葬不了的话 兄弟们在江湖上 没法交代 仰仗师父搏面 为方的乡亲父老都来了 如果你们觉得 可以杀得干净的话 就开枪吧 准备射击 把枪放下 身无相接 激怒了长青帮 整个围方城 就将永无宁日 放他们出城 出兵 站住 出城以后 要是再赶回来 格杀勿论 走 出城以后 你们来了 是谢虎叫我来接你们 来 帮个帮 走 这边 快 打开 来 帮个忙 兄弟 丁兄弟 他伤得太重 恐怕要休息一段时间 谢大哥他们呢 陆兄弟和穆姑娘 我已派人送出城了 我们刚才在城门这一闹 我想谢火英雄也已经混出城了 这次真的谢谢你们了 我们长青帮和八路军一样 最恨的就是鬼子 这次帮你们点小忙 师父在天之灵也有些安慰了 你们以后 有什么打算吗 没方程 我们长青帮是待不下去了 等我们给师父做完头期 再做打算吧 童姑娘不多说了 黑枣 你跟童姑娘一起送林兄弟走 那我们先走了 保重 好兄弟姐姐 来 淳子无能 请师父责罚 责罚你有什么用 天中阁下杀了林锦昌 围方程的中国人似乎对皇军很有怨言 你很怕激起皇军和平民的矛盾吗 是 作为我的弟子 应该在必要的时候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敌人 当时就该把长青帮斩走出根 师父 自从三井大佐夺走了莲花寺的舍利子 整个围方程的百姓 对皇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浓 如果 当日我们在城门口再开枪的话 那整个围方程的百姓都会群起反抗 师妹 你真是越来越软弱了 师兄 你认为 你能杀了全围方的人吗 如果有必要 我会让围方成为第二个南京 好了 别再吵了 师团长阁下正在等着我们呢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反好的商会会长突然变卦 连受伤的林无健中途也被人接走 居然还放他出了城 现在军部要求做出解释 诸位 我希望我的军队是帝国的骄傲 而不是小饼 报告将军 已经派人进行全面搜查 相信近日就会有消息 再说林无健已经身负重伤 相信近期他不会和八路军对我们造成威胁 是 现在华东战事胶着 这本来是 展示我们大东亚共荣计划的一次绝好的机会 将军 是我和属下败事不力 请求处置 现在当务之急是舍利子 三井大佐 是 船什么时候到 是明晚八点 接到舍利子就要马上开船 事关重大要确保万无一失 是 关于这次事件 我想应该让中国人知道 言而无信的代价 这事件就交给你去办吧 是 这事件就交给你去办吧 看看 这是林老爷子呀 什么 把林老爷子掉起来了 立下背 开始 小孩儿子 就是 丧不天亮的 太过分了 这也 简直就是 林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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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南 对不住您啊 郑南 给您谢罪了 是 是 真是夜郎子大 您老父家一方 尚能无所畏惧 我只是 突一失嘴皮之怪 将来真是惭愧万分 我只是 云能 给您庆罪了 是 这也应该是 他 他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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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娇 喝口水吧 谢谢 佟姐姐 我们都已经暴露了 还回到这儿 鬼子不会发现我们吗 放心吧 这俗话说得好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鬼子不会找过来的 可是谢大哥还没回来呢 对啊 他不会是 让你乌鸦嘴 我又没说什么 再等一等吧 谢大哥 谢大哥 怎么样 你怎么不说话了 到底怎么样啊 林老爷的事故 被挂起了事重 小鬼子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谢大哥 咱们一定要去把林老爷的尸体给抢回来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好 你们不去 我去 站住 抢 一定要抢 但是要讲究方法 不能满赶 不能满赶 大家准备一下 今天晚上就行动 你 是 蛮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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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是 请师团长阁下放心 我一定会安全地把舍利子送上船 来人 走 一会儿鬼子守军被我们引开 你就动手 以最快的速度 寄人跟我走 小心 我让你想 我让你想家 秋月少佐 我错了 我错了 就你想 我不敢了 不敢了 你算个帝国的军人吧 让我不敢了 少佐 我不敢了 还想不想 老二 够了 师兄 你现在不应该在这儿 别忘了我们在执勤 你 盛莫小姐 你别忘了 你已被军不可职 少给我指手画脚 你 你 小眼里 你 战火映出你的身影 是你 让我生命决心 在一起 在一起 欢南与共感胆相依 是你 和我互动真情 你 风雨中 我们顶天里的笑 看 谁是英雄 黑夜里 温暖感动 我们等待黎明 我们一起走向光明 我们一起走向光明 彼岸 用血的代价 心甘情愿 在一起走向光明 我们温暖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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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所有都付出给明天 明天 明天 我们温暖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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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